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级鉴定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 从这个绘画和色色上面来看这个清代雍正时期的人物文的这个报月评 这个是粉彩的 那么现在网上的热度我们不去蹭 我们就是来学习 雍正的粉彩词是非常非常精致的 而且呢 他的这个绘画非常精细 大家看这个海浪画的这个线条 以及人物这个他在服饰上面利用这个线条 加上这个光线来这个展示他的衣服的皱纸 这个光线就是他通过这个 这个浓淡来反应的 大家能看出来吗 然后呢 他的这个甜色 这个色色本身就非常淡雅 而且他在孕染的时候又是非常的淡雅 而且他人物开脸 年轻人 儿童和老人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看他的开脸 然后呢 老人家又有皱纹 抬头纹 这都表现得非常的精细 甚至呢 这个女子的这个法级 上面这也都是弄得非常精细 再看这些枯树的树干 做成的这个小粥 啊 花篮 大家仔细看啊 都是非常细的 这个线条是非常精美的 啊 这个是需要画师有非常深的功力的 你一般的画师 你以为这个画这个线条 像在笔在纸上画这么容易吗 不是的 因为他在泥胎上面 这个胎呢 它是属于干的 或者是半干的 它有强烈的吸水性 这个会就让你这个画师 在这个胎上面画的时候 不是很容易的 这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训 啊 和这个不断的实践 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准 那么康熙时期的所有的瓷器 法朗彩 粉彩 五彩 豆彩 都是最最精致的 当然他在里边特别还借鉴了很多古法 啊 一个是绘画 还有一个器形上都介绍了 借鉴了很多的古法 又有他自己的特征 他的特征呢 就是非常淡雅 大家看 他绿啊 绿中会含有一些黄 对吧 然后红里边也会反出来一点点的黄 他都不是那种大红大绿啊 大紫啊 那种都是非常淡雅的 而且每一个人物的表情都是不同的 像这个武将啊 他不仅仅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认真的这个认功要射了条龙 看他的眼神 聚精会神 同时这个武将有大肚子 他都画出来 这个都是非常精细的 你看他穿的这个战裙啊 这个红色的 他这种这个变化啊 都是非常漂亮 非常精美的 那我们学习这个瓷器鉴定的主要是要看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才能够反映出这个一个时期他的这个真实的情况 那你现代防瓶有的时候呢 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会画师本身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他不能做到胸有成足 再一个呢 就还是一个可能是说他的这个经验值的问题啊 差距很远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